今天给大家捞捞借周鱼啊 这个武将牛逼啦 有朋友说你不讲某周鱼 你讲借周鱼干嘛呀 哎我不急 咱循序渐进的 一步一脚印的 不要那么浮躁 咱肯定会有朋友会说 你别搁这嘻嘻哈哈的 你就是想水一起视频吧 是的 不过咱说话不要那么直白嘛 看破不说破 OK 这个借周鱼其实突破的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当年我是很喜欢用的 依旧是那么帅 那么潇洒 借周鱼是14年处的 那14年这个时间点 一回合摸三张牌的这个能力 讲道理还是非常稀有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武将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不怎么遭人待见 发挥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东西 选出来之后 处在那里第一轮摸三张牌 反剑反剑 然后就被人打死了 你看个这真真假假之计呢 人家一刀九杀就把你给带走了 还玩什么反剑呀 妥妥的团队大突破口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就是因为借周鱼嘲讽太高了 太容易被欺负了 打他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啊 而且他配不上他的嘲讽 我之前讲标周鱼的时候啊 说周鱼是一个偏后期的武将 那借周鱼也是 后期是绝对不弱的 大家都知道觉醒后的孙策在后期很强 那这么一来啊 你孙策有借银子 我周鱼也有 你孙策阴魂的扒牌 我周鱼反剑也能扒 你孙策有激昂 初红杀能摸一 那这一点我确实没有 那甘拜下风 觉醒后的孙策后期强 那同理 我借周鱼后期就也还不错 但是他要有一个活到后期的前提 那这一点就很难做到 我们来看借银子多的这么一句话 你的手牌上限为X X为你的体力上限 这句话很关键 能让周鱼在一血的时候存住牌了 残血也不怕贝勒了 什么时候都能存三张牌 就变相提高了周鱼的防御能力 虽然说还是一个大脆皮吧 我个人认为这个技能改动啊 帮助最大的还是孙笨 以前孙笨觉醒拿老英姿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有一定的觉醒威慑 但是随着环境一年一年进化 一年一年阴间 你觉醒拿个标英姿 那你还能下护住谁呀 你这个人能力 你还觉醒威慑傻呀 该杀你就杀你 直到孙笨有了这个剑英姿 那无许大孙笨主 觉醒之后拿剑英姿 四上限还是很强的 我就一滴血留四张牌 每回合就阴魂你 强无敌 对 我觉得可现在这个军八环境 剑英姿也就这么一个用途了 著名衍生技能 再看反剑 这个借反剑就比标反剑稳定多了 直接我就能选一张牌给你 你要不展示所有手牌 气光铜花色 要不就掉血 很扎实 很好的一个破防技能 单挑很强 但是这个反剑设计的 其实更像是一个阳谋 明镇让你选 没有那种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感觉 不太像是一个所谓的反剑技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就这个技能居然把咒语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癌 这个典故给完美的表现出来了 你戒黄盖 失去体力的摸三张牌 那我直接就把牌反剑给你 痛病快了着 很舒服 虽然说也不是什么特别强的配合吧 最后说说国战的咒语 新国战周瑜的技能 就是戒周瑜的技能 戒周瑜给新国战的吴国很强 而且是那种被低估的情 刚出新国战 吴国还没有旅饭的时候 全球还没有佐斯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国战的最强组合就是周瑜周态 什么场合下都能发挥 有够牌 有防御 有控制 有输出 太全面了 特别是在敖战这个机制加持下 这个剑影子能多存牌 实在是太香了 香薄薄 就可现在国战各种新将加进来之后 周瑜的表现也还算不错 也挺扎实 选出来还是很安心的 自己安心 对我也安心 那这就很硬霸了 OK这是借周瑜 帅就完事了 人帅就是能多摸牌 人帅就是能多存牌 抉择吧 在苦与痛的地狱中 与我为敌 就当这般生不如死 伯父 且看我这一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